請選擇 舉牌 來 2 2 3 4 一沒人選 玉米 昆蜂 玉米 為何 因為我覺得玉米 不容易洗乾淨 而且因為現在玉米那種什麼 珍珠玉米 水果玉米 糯米玉米 你想想看嗎 對不對 我老婆低頭了 她的低頭也影響到我的心情 沒有 我在微笑啊 沒事 這需要跟你講 你想的都不一樣就對了 這一題的答案在我們兩個的身上 那你覺得是什麼呢 我猜的啦 你猜的是什麼呢 我比較覺得是甜椒 你也是二根三在選 這一題的答案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身上 甜椒 我剛剛在三根四中間那個掙扎 對 三根四 我也是啊 甜椒跟農區在 那為什麼會挑甜椒咧 那我覺得甜椒 就是因為你吃的是它整根 你看到的外貌 對 因為我們常常只洗甜椒內部 對 甜椒外部你可能會忽略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是甜椒的 不會啊 我們都會洗外面啊 對啊 使不信其洗 沒有 我最常摸的是甜椒裡面 因為它有紙質啊 我要把紙質洗乾淨 去掉 所以外面的那個關注度 反而比較低 是這樣子的角度 好奇怪的邏輯喔 對 怪怪 對啊 怪怪 哪裡怪呢 來 老潘 好吧 你是選什麼嗎 你們就好好聽 你好好聽取菜 我跟你講 洋蔥跟玉米 基本上都是包覆著一層皮在外面 每次我們洗洋蔥或洗玉米 一定會把那個玉米的東西包住 所以它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它是被包覆在裡面的 所以你在這個多加清洗 它就會很乾淨 但是甜椒跟龍鬚蔥 我會選龍鬚蔥的原因是 因為龍鬚蔥比較細密 有沒有 它的字節比較細密 任何在土裡面長出來的這些植物 它都會經過一些農藥 所以我們很多人很少會因為 洗龍鬚蔥而清洗得特別乾淨 所以我覺得就是龍鬚 就是龍鬚蔥 好 來 營養師 恭喜茫藤他答對了 謝謝 甜椒 為什麼 甜椒我剛剛很擔心的 但是你們以為這個洋蔥玉米 包外面一層皮了 比較不會有農藥對不對 是比較不會 對啊 玉米 在它玉米筍還沒長大之前 它就從上面先下藥了 對啊 那它講的 對啊 解釋一下 對啊 我解釋一下 其實之前在美國 他們CNN他們的新聞 他們有報一連串的 就是美國的蔬菜水果裡面 農藥殘留量很多的這個項目 然後他們就找出12種 所以在美國有一個非營利團體 就是它不是營利的 然後是環境工程團體 他們去調查 美國所有的 包括農業部跟FDA的資料 把它找出來 就是歷年來 農藥最高的 前幾名的蔬菜 我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是甜椒 第二個是西洋芹 第三個是羽衣感染 像有點像是那種 十字花科的那種蔬菜 第四個是蜗具 所以美國的蜗具它也重磅 然後第五個是美國的紅蘿蔔 水果裡面是桃子 蘋果 甜桃 草莓跟櫻桃 這個是屬於農藥最高的 我剛剛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國的 可是台灣的其實也類似 台灣有做統計 台灣的第一名比較像是 豆莢類的 豆莢類像一些米豆 菜豆 豆莢的 第二名就是甜椒 所以其實甜椒的話 再跟這個其他來比 就是相對比較高 其實選蔬菜有一個訣竅 如果給小朋友吃 怕農藥太多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些味道比較 應該說味道比較濃一點的 比如像洋蔥 洋蔥它就屬於農藥 算是很少的蔬菜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濃 所以相對它比較不會有一些 蟲來吃它 然後像地瓜葉也是 以前說地瓜葉隨便長 隨便那個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農薯菜 其實它也是有點味道的 所以農薯菜也很會長 農薯菜也是很會長的 還有像茴香 蔥這種 有時候比較不會有太多的蟲來吃 那相對的農民 就不需要花一些功夫去撒農藥 對 然後另外玉米它其實是提到 是說外面其實是有包裹的 那個皮的部分 對 所以相較之下 這四種來講 以填膠 不管是美國或是台灣 其實都是數一數二 屬於農藥最多的 好的 前面排的同學 請加油 製作人 你們這樣會 你們可以了 不要再做效果了 我們要努力了好不好 對 接下來就開始有 教育意義的 OK 前面是娛樂意義的 好 來 第三題 教育意義 爸爸都很怕自己的小孩長不高 對 哪一個行為最有可能害小孩長不高呢 這個很糟糕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來 看看第一 牛奶喝太少 第二 澱粉吃太少 第三 晚上睡太少 還有第二 拉筋拉太多 就這樣子 第五 正經話說太少 對 來 四個 看你玩笑我們上去看 拉筋拉現在 難怪那麼矮 真的 對啊 我絕對不會去選第四 你為什麼五歲 你不相信我從五歲 就拉筋拉現在 你為什麼五歲就要拉筋 對啊 我老爸就叫我拉啊 真的啊 就叫我睡那個椅子這樣拉啊 你現在身高多少 170而已啊 所以我不高啊 170也還OK啊 四個答案 請選擇 你老爸你真的是 你不是要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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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人 我到底是什麼 太陰謀了 你三是什麼 你一直都都訓長了 你們完蛋了 想騙我們 我跟你講 這就是你們沒有買他的書 好特意喔 來 說一下 你還要再買 那黃醫師脫下水嗎 沒有沒有 牛奶是鈣粉 鈣在裡面會長高 你們看很多電視節目 有沒有講說 牛奶你會長高啊 長壯有沒有 就是牛奶 那牛奶喝得越多 就是牛奶喝太少啊 喝太少就長不高了 你多喝一點就這樣 所以鈣池就補充得不夠就對了 我真的是有去問過一些 中醫師 問過 他們真的問過對不對 因為每個小孩子的腳底板 就是他的這個 他就在晚上的時候 他的成長的過程 會比較迅速 所以你不能讓他睡得太少 就是你要盡量增加 他在床上睡覺的時間 他就慢慢會長高 而且我跟大家講一件 比較驕傲的事情 是… 在下本來我身高171.5公分 然後 對 我兒子 你只高了我拍1.5啊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我兒子高他多少 多少 我兒子高他15公分 185啊 185啊 185耶 洪哥兒子已經大學了 對 已經大學 對 他從小9點就睡覺 9點以前一定睡覺 所以一米大一春啦 對不對 對… 對… 一語氣去夢 你不要再吵了啦 這句話有很難接嗎 這句話很簡單 很難以想像嗎 不是 因為米大語這個時候 放在這個時候 節奏是對的 是假的 他放在別的話題就不對了 OK…來 寬福 揚眉吐氣的時候 沒有 因為最近 我兒子睡很多 大概這一年 一年長10公分 一年長10公分 幾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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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的啦 沒有 他們都兩個加起來 文華姐 不見得是跟… 沒有一年10公分 你覺得你開始覺得 不見得公告的 他講得最外面 是外面的嗎 完了啦 完了… 沒想到今天 造成這一對夫妻 爸爸都是用印象的 我兒子今年長滿多的 反正長很多就對了啦 感覺抽高 一下就抽高了 就是拚命碎 OK 到底答案會是1還是3 還是跌破眼鏡 黃醫師 幫我們解答 答案是3 對… 你跟你的牛奶去吧 你書裡面沒有寫得很清楚 你明明沒有寫這段喔 你沒有說 你沒有說晚上睡太少 要瘋度啦 你不能封… 我們意思為神 不是 有些東西你要看清楚啊 我就把它當神啊 我們人在一天當中 生長激素分泌最旺盛的 就兩個時間 一個是手睡 一個是運動 對 所以你會看到 他那個小朋友的生長激素 他分泌的時間點啊 其實有白天有晚上 白天的時候你一看 你就知道那是在運動的時候 所以我想兩個都很重要 所以這邊沒有兩個答案 讓大家很困擾 就一個就是睡覺 那至於牛奶是不是很重要 當然牛奶也不是說這個不好 所以說牛奶 它是很好的蛋白質來源 然後它的 這個也有一些研究告訴我們說 的確喝牛奶的孩子 一天如果喝兩杯的話 對 兩份啦 兩份 那它的這個 的確它平均身高 會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 那你看到那些乳糖不耐的小孩 他就都不會長高嗎 因為乳糖不耐的孩子 沒有辦法喝牛奶 它其實它的鈣質 它的蛋白質還是可以 從其他的食物攝取的 對 所以牛奶不是神 但是它是一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營養來源 我們不要把它神格化就好了 對 那至於其他的澱粉 我是比較想提醒一個拉筋 拉筋 因為很多人會誤會說 拉筋會讓孩子長不高 對 其實大部分的那些長不高的 那些拉筋的那些動作 通常都是笑對的 他們不只是拉筋 他們還有 所以他們生長版會受到傷害 然後會生長失事 等到他們一離開校隊之後 譬如說體操隊 一離開體操隊之後 他就長回來了 就是會補足他之前受傷 所以沒有長高 所以這個不用擔心 對 所以拉筋可能跟你 是不是長高 沒有你直接的問題 好的 所以前面三題呢 現在第一個回合的 我們的分數呢 目前 Mountain兩分 對 然後其他全部都是各一分 拉鋸喔 繼續加油 拉鋸 對啦 你第二階段還是要稍微後悔 加油加油 來 第二回合 好 換人爸爸偏來看 這一題是 鹽巴和一家人的健康關係密切 下列 好爸爸的用鹽知識 何者正確 用錯了小心 家人會恨你喔 好 有哪幾個選項 來 我們來看看 一 鹽水洗蔬果 農藥反而會洗不乾淨 二 炒菜越早加鹽 越容易流失維生素C 流失 第三 高血壓患者 避免吃健康美味鹽 怎麼會這樣 還有第四 鹽水洗傷口雖然痛 但是具有消毒的效果 那你一臂不都這樣嗎 對啊 哪一個是正確的